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 一年前石鱼头亚洲象在经历110多天 1300公里的旅程后返回市夷栖息地 因数万人的一路守护 石鱼头亚洲象全部安然无恙 也没有伤害一个人 这独属于中国的人像和谐之道 令全球网友为之称道 近日记者走进亚洲象生活的云南南部热带雨林 探寻人像和谐的奥秘 在中国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近30年来 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 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了一倍 如今已有约360头 这得益于在保护的同时 人像冲突有效缓解 出现这个变化应该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人 对象应该来说是非常一个容忍 就是说象出来了以后 我们不会对它进行一些伤害 然后第二个方面 可能就是它一个活动范围 它的活动范围比较大 然后它启示的东西比较多 可能对它的生长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就是随着象群 特别这个象群里面那些磁象 数量逐渐增加了以后 然后磁象它应该逐渐成年了以后 然后这些进入生殖器的象 它能够非常顺利的怀应 非常顺利的生产 那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亚洲象的种群数量 正在应该来说是稳不在扩大 记者了解到 在缓解人像冲突方面 云南多地开发亚洲象监测预警系统 通过人工、红外相机、无人机等方式 监测亚洲象的活动 并以APP、社交软件、广播等形式 及时对民众进行预警 反向灯、闭向亭等设施 有效减少人与亚洲象的接触 切实降低了人像冲突中的人员伤亡 大象本来就是雨停的工程师 它会去雨林里面去把大树 不好的大树腐烂的腐朽的大树推倒 让阳光洒进森林 让底下的植被、生物更健康地发展 所以说大象进在森林里面 它会让森林里面的物种更多样性 虽然人员伤亡大幅减少 但亚洲象仍然会对庄家造成破坏 据了解 亚洲象尤其偏爱玉米、水稻、钢浙等作物 近几年 村民将原本种植玉米的土地改种橡胶 虽然大象不再取食 但在橡胶林中活动时 人会破坏作物 亚洲象 我们说它的实性 正在逐渐逐渐地在改变吧 因为它可以取食的食物 就是过期我们调查的时候 我们知道亚洲象的食物 我们过去应该是上四季八十年代了 我们调查的亚洲象的食物只有100多种 到现在就是这两年我们调查 亚洲象的食物已经达到400多种 为此 云南多地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工作 以西双版纳洲为例 2010年开展亚洲象保险试点 2011年 在中国率先创立野生亚洲象公众责任险 理赔标准逐年提高 如稻谷从900元每亩 调整到1538元每亩 甘蔗从1100元每亩 调整到1827元每亩 同时大象食堂的建设也以多种形式开展 满足亚洲象部分食物需求 减少其进村入债的几率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 中国也充分考虑亚洲象的因素 中劳铁路也向古车站 就将线路走向避开了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 普尔西双版纳境内的多条规划和再降公路 均以寒洞、桥梁等方式为亚洲象提供通道 以保占其迁移路线产通 为了更好的保护亚洲象 最大限度解决人像冲突的问题 强化亚洲象重要栖息地和种群集中分布保护 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创建正在提速 我相信在国家公园的进市上 可能会融入很多的措施和办法进行一些规划 在把范围确定了以后 那么我们亚洲象的保护 和人与亚洲象的一些矛盾冲突 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可能人与亚洲象的和平共处的那个几名将会实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